他们老家呀 现在您还能查到 就是在辽宁的 一个叫董厄城的地方 不过您现在在找董厄城啊 肯定是没有了 现在他叫啊 辽宁省恒人县 巴里垫子镇 韭菜园子村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呀 咱们继续聊 这顺治皇帝和他的母亲 孝庄文皇后之间的故事 咱们在前文书的时候 聊到这个 顺治的母亲孝庄文皇后 是否下嫁过 摄政王多儿滚 聊到这儿啊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说呀这个在满洲啊 是可以收继婚的 哎 关于这个收继婚呢 今天咱们这个系列里 就会提到 今天咱们要聊这个人 我的很特殊 是有情一代 很有故事的一位皇后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啊 就是孝宪皇后 董厄氏 这会儿就有好朋友说了 哦 你要说的是董厄妃吧 哎 我跟您说啊 这个董厄妃这个词啊 实际上 它是个伪名词 在有情一代呀 根本就没有董厄妃 这么个名词 如果一个女人在清代 进了宫中 熬到了妃的这个位分 在清代呀 应该称呼为 某妃 某氏 绝不会的把姓氏 直接放到妃位的前边 这样直接称呼 咱们就说孝庄吧 她在做妃子的时候啊 那就是庄妃 博尔吉吉特氏 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妃是个位号 象征着你在宫中的位置 一般呢 这宫中最高贵的女人 就是皇后 皇后完了呢 就是皇贵妃 贵妃 妃 贫 贫 再往下呀 贵人常在答应啊 就不是主位了 那这庄是什么呢 庄啊 是皇上给你的封号 通常啊 这个妃子的封号啊 就是一个 或者是两个 当然是极少数了啊 寓意美好的字 您比如说两个也有啊 宁雀妃 在清代的时候 女人到了妃位啊 没有封号 是不可能的 不会直接称呼为 张妃 李妃 赵妃 这懂恶呀 是个姓儿 所以说绝对不会有 懂恶妃 这个称呼 不过这件事啊 咱们知道知道 也就行了 咱们还得称呼她为 懂恶妃 为什么呀 约定俗成吗 我要是总称呼孝庄 为昭圣皇太后 您也不见得知道 我说谁呢 约定俗成就是这样 通常啊 我们称呼为 懂恶妃的 就是这位 孝宪皇后 那个顺治皇帝 最爱的女人 她的白月光 可是啊 我们还得知道 在这清宫里啊 顺治皇帝的妃子 姓懂恶的 可不止她一个 还有一位啊 是真妃懂恶事 是这位孝宪皇后的妹妹 没出四福的妹妹 没出四福是什么意思啊 没出四福啊 就是两个人啊 是一个太爷爷 我们都知道 这孝宪皇后 这位懂恶事啊 是顺治皇帝一生的挚爱 但是 要论起对皇帝的忠贞 这位真妃懂恶事 那一定压住了后宫 所有的后妃 为什么呀 因为就在顺治皇帝 驾崩以后 这位真妃娘娘啊 上吊自义 殉情了 还不算 玩着顺治朝啊 还有一位懂恶妃娘娘 就是宁雀妃 并且啊 还给顺治皇帝 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 亲命福远大将军 福全 她和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真妃和这个孝宪皇后啊 不是姐妹了 但是啊 有人考证 他们都是奴凯爱塔大戏的董恶事 他们老家呀 现在您还能查到 就是在辽宁的 一个叫董恶城的地方 不过您现在在找董恶城啊 肯定是没有了 现在它叫啊 辽宁省恒人县 巴里垫子镇 韭菜园子村 虽然呢 有这么多位董恶事娘娘 但是我们通常称呼的董恶妃 还是那位孝宪皇后 顺治皇帝的真爱 您瞧哎 不论是清宫剧啊 野石笔记和这个小说啊 包括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 这孝庄文皇后啊 非常讨厌董恶妃 哎 我说的这个董恶妃 您一定就明白是谁了吧 关于这个问题啊 凭我个人的能力啊 很难把它考证出来 不过有一点啊 我是很认同的 我觉得董恶妃 一定是孝庄文皇后 和顺治皇帝 母子诗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矛盾点 哎 咱们既然要聊嘛 咱就往西的聊 往深了聊 往别人不聊的地方聊 咱要说什么呢 咱就先要说这董恶妃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 我知道我知道 这董恶妃啊 就是董小婉 哎呀 你看刚才咱们都说了这么多了 这董恶事啊 是这个满洲的一个老姓 所以说呢 这董恶事 他是不是董小婉 我都不想在这解释了 可是有这种论调的朋友 他就真说错了吗 您还别说 还真不一定 这董恶事啊 他们家的祖先呢 还真有可能的就是汉人 并且呀 还是咱们汉族的皇族血统 关于董恶这个姓氏啊 说法不一 有人说呀 这个董恶在满鱼里啊 是长在水边美丽小草的意思 也有学者不这么认为 有一本书啊 他的作者叫做昭连 书名啊 叫孝亭杂吏 其中就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考证这个董恶事啊 乃知其先为宋英宗岳王之义 为今时所迁 处居动恶 以地为事 也就是说 这帮岳王后裔姓赵的呀 被迁到了东北 住在了动恶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呀 他们的姓氏就叫做动恶了 有人说赵啊赵啊 那这个动恶 他不是董恶呀 我这跟您说清楚吧 无论是动恶 董恶 童恶 他说的呀 都是这个姓 因为人家是女真 所以说呀 您这个汉文写成什么呀 无非是一阴时候出现的问题 人家个满洲老当里写的满文 都是一个词 虽然这董恶事啊 他们的祖先很有可能是汉人 但是不影响 这董恶事是满洲老姓的其中之一 所以说呢 在这儿呢 我们就得认为 这董恶飞娘娘啊 是正经八百的满洲人 这点没有意义 所以他是不是董小婉呢 哎 那惹定不是 这会儿就又有好朋友说了 那我也知道 这董恶飞啊 是顺治皇帝收继婚来的 这个呀 是这个顺治皇帝的兄弟 不目不顾耳的迪弗进 后来呀 这不目不顾耳啊 他死了 顺治皇帝捡了现实的 就收了继婚了 哎呦 这句话要说起来他多容易啊 可是要办起来啊 难了去了 虽然呢 这乡亲王不目不顾耳啊 他确实是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死的 在这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日期呢 因为这董恶飞啊 他恰恰就是同年的八月二十五日被封为的贤飞 你瞧没啊 这死了以后啊 那边哥哥就收继了 那是这样吗 哎 咱们逐条分析 咱们首先说年龄 这董恶氏啊 比伯木伯过耳呢 大了最起码三岁 在清朝的皇族当中啊 娶大媳妇的有没有啊 有 但是大这么多的少 并且通常都是男方略大 女方一点 这种女方年纪啊 大于男方这么多岁的情况啊 也有但通常都是纯粹的政治婚姻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龙玉皇太后 就比这个光绪皇帝大三岁 这龙玉是慈禧的亲侄弟啊 您想想这里的原因还用我多掰是吗 所以说朝廷给伯木伯过耳 选择比他大三岁的董恶氏作为正福晋 这个可能性很小 再有了 他到底是不是和硕相亲王的敌福晋 好查 您翻问这个爱勋觉罗宗普 就知道了 上边明明白白的写着呢 乡亲王敌福晋 波尔吉奇特氏 是和硕巴尔汗巴陀鲁亲王朱西礼的闺女 要说朱西礼 他也不是外人 是这孝庄文皇后的亲兄弟 下面啊 咱们就该说说这个收纪婚这个问题了 其实啊 我不爱说收纪婚 一提的多管孝庄 要不然就说的这个董沃飞跟顺志 就有人啊 说收纪婚收纪婚的 实际上对草原民族而言啊 这收纪婚呢 是人家的一种家族习祖 主要的目的是怕人家族财产外流 所以说后来不断的汉化呀 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祖先留下的这个习俗不太文明了 所以说您看啊 到清代入关以后 就再没听说过收纪婚这个事儿 有的呢 无非也就是传说 即便是有啊 也得尊重人家的本民族习俗 关于这收纪婚呢 它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也就是说这子啊 可以收纪父亲除生母以外的所有妻子 弟弟可以收纪哥哥的所有妻子 当然了啊 没有活着时候收纪的啊 那得是这个父亲和这个哥哥都尿系了以后 但是绝没有父那子妻 兄那弟妻的情况 因为在过去呀 这草原民族的民族性质 它多少有一些丛林法则 这个贵壮而建老啊 是它的关键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这个家族健康的延续呀 它要价也得嫁本家族里边年轻的 但是呢 有一点也很明显 这董厄飞呀 他18岁才入宫 这和清廷的选秀制度啊 他还是有伪的 所以说啊 这董厄飞的身世啊 他至今还是个谜 有一种说法啊 这个很多现在年轻的少传败学者 都人性化读历史的那群人 他们都比较信服 我在这儿也不妨跟您磨叨磨叨 这就是啊 这个西方传教士汤若旺 他的书里曾经是这样记载 他说这个顺治皇帝啊 和这个一位将军的妻子打得火热 最后呢 这段奸情啊 被这个将军知道了 这个将军呢 就责备了妻子 并且还打了这位贵妇人 顺治皇帝知道了以后啊 替这位贵妇撑腰 身吃了这位年轻的将军 不但责怪了他 并且对其掌孤 哎 就是大嘴巴呀 这位将军回到家里啊 一生气 哎 死了 所以说顺理成章的呢 这个顺治皇帝 就把这位妇人接到的宫里 并且封为了贤妃 这位贤妃呀 就是懂恶事 这个汤卓王说的吧 听着倒是水到渠成 给人的感觉呢 很有一番道理 不过这事啊 他 我不太相信他 因为这个汤卓王传呢 我看过 这里边啊 汤老爷子的一些笔迹实录啊 上边经常把年号都写错了 在人物关系上呢 也经常是张冠礼带 所以说呀 他说的话很难让我认同 今天呀 咱们把这个董恶飞的这个身世的所有可能性啊 都多少的聊了一点 还是这句话 咱们故事该讲讲 这个事呢 该分析分析 但是咱们不替古人做决断 因为这个专家都闹不明白的事啊 您也别指望咱们在书馆里能讨论清楚 聊完了董恶飞的身世 咱们明天啊 就得切入正题了 咱们得说说呀 这个孝庄文皇后和董恶飞之间的矛盾点到底在哪 我这儿呢 积极的写稿 您呢 还得给我点动力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呢 关注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微动力 得嘞 我在这儿啊 先谢谢您 咱们呀 明儿见